之前阿伟盘了两期,奥特曼中的装逼名场面都有哪些,其中提到了,泰罗由于装逼,经常在客场作战时吃鞭,但是,我们的太子爷在主场作战时,那可是相当的勇猛,人不仅轻松的击杀过暴君泰兰特,还曾打败过古兰特王,并成功阻止周达复活,而像泰罗这样,主场作战无比强大,客串时却频频吃鞭的奥特曼,其实还有不少,本期阿伟就给他盘一盘,那些主场作战强入战神,客串却屡屡屡吃鞭的奥特曼 扮演者团时郎本人,也在后来某次访谈中吐槽,杰克要是没有手镯的话,就无法战斗了,基本上我都很弱了,所以这些估计都没有战斗,就不能战斗了,不然而事实上,杰克在自己的TV剧中不仅不弱,反而还强的离谱,比如就体数而言,杰克不仅练就了迅猛的流行飞梯,而且还能熟练的使用奥特段物斩,和奥特旋转飞梯斩杀怪兽,甚至在第38话中,面对连奥特手镯都无法破防的布莱克王,杰克既然能直接用 手刀,斩断了布莱克王的脖子,除了体数以外,杰克的念力也极为强大,不仅人体体可以直接用一点变身,而且还有过念力倒退海啸的壮举,而在18级以后,有了奥特手镯以后的杰克,战斗力更是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,杰克不仅能通过手镯,变出反弹对手技能的盾牌,而且还两次通过手镯复活,并逆风翻盘,不仅如此,杰克甚至还能使用手镯,一击就炸毁了巴尔达克星,而杰克也是首个展现暴心能力的奥特曼,除此以外, 杰克在TV剧中,不仅经常一挑二,而且遇到的对手也是豪强伶俐,比如23话中的巴修萌,其不仅间连吞噬了北斗七星和巨蟹座,而且体内的压力,甚至还能将地球压碎,不过就是这么恐怖如斯的对手,却依旧被杰克使用手镯伸缩击败,然而在自己TV剧中像个战神的杰克,在客场作战时,却成了吃鱉之王,比如在埃斯第14话中,杰克不仅被钉在十字架上,手镯还被埃斯杀入夺走,另外在埃斯第26话中,杰克又和 和兄弟们一起,被希伯利特新人变成了铜像,除此以外,在泰罗第40话中,杰克不仅被泰兰特轻松击败,甚至连奥特签名也被击碎,而在接下来的第52话中,杰克不仅不敌多罗伯恩,还被其夺走了铲色计时器,不仅如此,在雷尤第34话中,给赛文送去快递的杰克,又在和阿修罗的战斗中败北,而且还被阿修罗戴上了戒严面具,就连杰克的人间底枪诱术,也被一群熊孩子暴打了一顿,所以由此可见,因为 为超神的杰克,被称为招和赤别王,他也不是空穴来风啊,第二位迈克斯,一提到迈克斯,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,在迈克斯第16话中,那个因失忆导致笑待百出的斗逼奥特曼,然而如果我们真的把迈克斯看作是一个搞笑的奥特曼,那可就大错特错了,要知道,远古为了让观众快速了解迈克斯的超强实力,在迈克斯第一话中,就直接让首次登场的迈克斯迎战古兰共和拉格拉斯两只强力怪兽,而在战斗过程中,迈克斯不仅全程压制了两个强力,而且还 还没有受到任何伤害,甚至在最后,迈克斯使用马库休姆加农,击杀古兰共识,都没有中断技能,而是直接把光线甩到了拉格拉斯身上,并将其击杀,可以说仅凭第一站,就足以可以让我们见识到,迈克斯为何被称为最快最强的奥特曼,而纵观迈克斯整部TV剧所遇到的墙里,甚至就连杰盾和金骨桥之流都排不上号,比如在第39话中,出现的百万巴萨库,其体型不仅是迈克斯的几十倍,而且还分析过迈克斯的能力,所以按道理来说,百 奥特曼太阳能的麦克斯,竟然直接超巨大化为999米,并在战斗中,成功压制了百万巴萨库,最后麦克斯还拔出了贯穿星辰的巨大关键,直接一箭将百万巴萨库击败,然而你以为最终boss就已经够强了吧,早呢,麦克斯中还充斥着,像叶夫,黑八坦信任,以及釜天神这种,连奥特曼都无法解决的敌人,尽管如此,麦克斯还是在重重困难下,通关了自己的TV剧,无愧于最快最强的称号,然而麦克斯离开了自己的主场以 就开启了被迫害之路,比如在超银河传说中,最快最强的麦克斯,竟然被贝勒亚两棍撂倒,除此以外,在X第九话中,麦克斯本想帮助身体已经无法动弹的X迎战截顿,可没想到的是,被截顿专甲控制的X,竟然反过来袭击老麦,而就在此时,麦克斯的仇敌斯兰星人也加入了战斗,就这样,麦克斯在三重围攻之下,直接被打得倒立不起,要知道,这可是麦克斯十周年的纪念客串,编剧里为了迫害老麦,也太狠了,不仅如此 大奥特银河格斗二重,当每个奥特曼都在秀技能秀操作的时候,倒霉的又是麦克斯,其不仅中了斯兰星人的陷阱,还被戈底斯细胞侵蚀,好家伙,咱就说,麦克斯你这是和编剧有仇吗,为什么每次吃鳖的都是你,第三位,盖亚,众所周知,盖亚一共有三种形态,分别是V1型,V2型,以及制高型,而相比于迪迦,切换形态是靠削弱身体抹向能力,以此提升身体的另向能力,盖亚则完全不同,盖亚V2的战斗 有多么恐怖,尤其是盖亚智高型,其身体各项能力都非常强的,比如就体数而言,在盖亚第27话中,盖亚连续9次使用摔头,把金属生命体米莫斯摔得倒立不起,而在第28话中,盖亚不仅轻松单手举起了87000吨的岩山,甚至还像转皮球一样,单手旋转起岩山,并将其甩飞了出去,除此以外,在第36话中,盖亚首次使用智高飞踢,直接将库罗斯沙巴加击败,而这一招,盖亚在第43话中又再度使用,更是直接把一扎� 提成了光粒子,不仅如此,在第42话中,盖亚因战比作姆在向前冲刺时,在右拳续集能量,竟然直接一拳粉碎了比作姆,除了体数以外,盖亚的光线更是出类拔碎,即必杀光子流线,基本在接触敌人的瞬间,就可以将对方击杀,不仅如此,盖亚之高型还会使用阿古屋的技能,比如在36话中,盖亚不仅使用光子粉碎机,与雷射系统的激光炮对拨,而且盖亚的光子粉碎机,还能连续两次增加输出功率,所以综合 以上来看,我们也就不难理解,为何盖亚SV被称为常态奥的天花板了,然而这么强的盖亚,却在多年回归时屡屡失变,比如在原生之初第八话中,盖亚和欧布为了救强,在空中追击巴黎西普,然而正当盖亚快要成功解救强时,却被另一只巴黎西普突然袭击,直接从高空坠落摔了个狗吃屎,除此以外,在第11话中,盖亚又因为担心中毒失控的欧布,而在战斗中分神,直接被巴黎西普一个火球,打回了人间体,好家伙,要知道,上一个把 盖亚直接打回人间体的,还是最终佐哥,难道这杀斌巴黎西普比佐哥还强?不仅如此,在第12话中,盖亚和阿古的联合光线流线粉碎,不仅没能击败财库英,而且两人还在此识别,可以说相比于戴拿,在客串时大杀特杀,盖亚的客场表现,不能说是疯狂识别,只能说是毫无面子,当然了,主场强客场弱,这本身也没什么问题,毕竟自己的主场,要是被别人抢了风头,那多少也有点不合适吧?好了,一箱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,欢迎大家指正补充 进主页,带你了解更多奥特曼